OK 那我们大拔开完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处理一下我们的Git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修改 这个修改呢 应该Deep给他看一下 应该都是我们为了做这个DNS式做的一些修改 这些都是删除的对吧 好 这是删掉的两个demo文件 然后新增的是testUder这个文件夹 所以说我们add一下 feature 然后用户管理单元测试 好 这个时候我们pose一下这个UtureLawin OK 那这个分支其实我们现在为止就已经做完了 对吧 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check out the master分支 这个时候呢 按理说我们应该去pose一下master分支 就拉一下有限的代码 但是我这儿拉其实没什么用 因为我现在演示的这个项目肯定是都是我自己开发 对吧 这个之所以说要拉一个代码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做这个login这个分支的话 别人可能会做其他的东西 对吧 你开发这个featureLawin这个分支的期间呢 有可能别人会往mask代码里面去提一些东西 所以说你要及时的去拉一下 保证你本地代码是最新的 然后拉下之后呢 我们要去mort一下这个featureLawin 就把这个featureLawin给它mort到master里面去 mort完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log 这里面就已经是我们自己做那个登录注册的一些机要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pose一下master 好 pose完master之后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本地的分支就有了featureLawin和这个master这两个 对吧 featureLawin这里面就做了这个登录注册的 然后master就是我们的主干 然后这主干里面其实就已经有了登录注册的功能 好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把代码都合并给注册上去 然后就说明我们这一部分就是代码部分做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别的功能 我们就再从master上去拉新的分支去做 之前那个分支我们就先不管了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本招内容还挺多 虽然说看似只有一个注册一个登录两个页面两个功能 对吧 其实讲起来那个内容非常多 其实我觉得内容多主要在于说我们实战里面的一个 第一次做一个模块 所以说有些很多基础的东西呢 我们都去搭建一下 所以不要占有时间 再者呢 其实注册和登录这两个功能 看似简单 它本身上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 你看我们写的代码测试那个用力 对吧 你就知道我们写了很多代码测试的用力 就知道这个逻辑上还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我们做个总结吧 首先我们当时是回顾了技术方案 对吧 不管是页面的路由的 还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分层的那个流程图的 然后呢 是发现页面 也就是模板和路由 这会儿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 很多基础的工作 对吧 就是把那个登录和注册的那两个页面引进来 然后呢 是数据建模 就是我们建了这个用户的这个模型 然后呢 是开发登录注册的这个API 这两块呢 耗费的时间比较多一些 其中注册这个API呢 其中还包括了一个 用户名书存在的一个API 对吧 这会主要的是一个分层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画的那个改革议图 然后处理login check中间键 还忘了说 这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叫 Dition Schema的验证 对吧 这块也是我们从来开始学的 然后最后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这部分 其实也是讲了三四节 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OK 其实我觉得在这本章最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图给代替搞明白了 虽然说有一些细节还没有搞明白 但代替搞明白了 像页面API 以及View API 这些校验 里面有什么呀 有逻辑 反对格式 开始还没有 数据处理 格式化 以及模型定义 以及操作的封装等等这些 整个的这个大面吧 基本上我们通过这两个 页面后这两个功能 就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是我们真正的收获 这是我们真正的收获 比如说我们通常是 后端开发工程师 我们通常是NodeGX开发工程师 你怎么去区分 你是真正的一个 后端开发人员 还是说你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CRUD 就是增加改查的 一个搬砖的人员 对吧 它区别在于什么地方 最主要的地方就在于说 你对系统的一个设计能力 和对架构的一个理解能力 对吧 一个抽象能力 你能去设计 能去理解了 能去抽象了 那你就至少不仅仅是 办专业了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块 是我们本账最大的收获 并不是说我们开发了 一个什么什么功能而已 对吧 然后在这块的一个 理解的基础上 你就可以去仿照了 这个模型 去做你自己的工作 对吧 所以说我们老话说 什么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其实我觉得理解了这块 其实就是真正的 去理解方式方法 对你来说七个岗应该是最重要的 对你来说七个岗应该是最重要的 对你来说七个岗应该是最重要的